我們說到現在少子化 很多企業都找不到人才 不知道請教副總編 為什麼人力銀行 反而因此它的獲利 還可以創新高 對 我們這一期就分析 這個少子化的商機 反而發現104 反而還因為這樣賺錢 它2022年 跟2021年都獲利超過10元 而且是10年的高點 我發現我們就去採訪104 他們就說人不夠的時候 其實現在一個大學畢業生出來 其實有兩個工作可以選 如果你是學programming的 有8個工作可以選 他就說既然年輕人這麼少 對企業來講 換人如果他做一半就走 成本很高 他就做兩件事 第一個盡量了解他 用AI去了解他 從哪裡開始 從大學落點開始 我從你填的細就知道 你喜歡什麼 你想做什麼 然後結合他的資料庫去說 那你填這個細 你後面的學長姐做哪些工作 第一份做多久 我以後都可以告訴你 準備好在那裡等你 所以剛上大學 就已經先幫他們做好預測 他其實在做大數據 我從大學一開始 你的信項什麼 都進入我的資料庫 而且我再補充一個 他們不只做大學 他們現在開始進到高中 打工都開始收履歷表 為什麼 他怕現在因為少子化 所以有一些人 就去念技職體系 那就收不到你的履歷表 所以從高中開始就收了 盡量要讓每一個人 都在他的資料庫裡面 進去之後還做什麼 用AI是什麼 再做第二件事 幫你的履歷表做漸減 你要去找工作的時候 他就給你一個 這個 這個 性向分析 然後你如果個性比較活潑 他就 你還是先不要做這個 太單跳的工作 所以按照你的個性的話 去選擇比較適合的職位 對 用這幾個去加成來算 對 他的目標就是提高 他在那裡的留職率 希望你能夠做得久 我們就對雇主 對人才 還有對伊犁之恩 就是一個好生意 最後就是說 因為少子化的話 他們其實不斷在開發 中高林市場 但是認為未來